普罗旺斯薰衣草的浪漫紫色将突染于巴黎奥运的田径赛道上 从最初的泥土跑道到梅渣跑道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的首条400米环形跑道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的首条塑胶跑道 再到如今的紫色跑道 奥运跑道发展的历史也见证了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紫色跑道总面积达到2.1万平方米 包含深浅两种紫色 这种设计不仅能在转播时形成强烈对比 突出运动员的形象 还有助运动员更好发挥 其材质能有效降低冲击力 改善运动员的平衡和摩擦力 另外尽管这条跑道是紫色的 但它比一网更加绿色 因为这条跑道的成分绿色健康 使用了更多天然成分 跑道科技进步是奥运科技进步的缩影 奥运历史也是一部科技的演变史 100年前的巴黎奥运借助广播 人们第一次用报纸以外的方式了解奥运 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 高速摄像机第一次实现了慢速重播 1964年在东京借助卫星 全球观众通过电视直播 首次同时观看比赛 1992年在巴赛罗纳 数字电视信号让转播质量实现突破 1996年在亚洲南大 第一个奥运官网问世 2008年在北京 高清转播车成为标配 东京奥运 网络转播量突破历史新高 如今 虚拟现实 环保材料 健康检测等等科技 都将为更好的比赛 观赛体验 保驾护航 4 4 4 5 7 7